大家好,欢迎来到石楼姐电影 不一样的石楼姐,但品味不好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部电影叫做《木头美人》 一千多年前的欧洲,有个古老小王国王子 无视玄数的地位差距 与出身农家的美丽姑娘杰西相爱 于是王子决定与杰西出逃 但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王后与手下一路追寻着他们 并命令巫师用一条试过魔法的宝石项链 把杰西变成一尊木头人 而且魔咒只有在一千年之后 当杰西遇到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魔咒才会消失 王子气体败坏,也向王后施加了一个诅咒 在杰西变成木头的一千年了 自己所在的国家就要下一千年的日 一千年都被雷雨乌云涌着 一千年后,杰西被当成文物木头藏品 被人们参观 而负责跟随此次的展览的伯爵 正是当年巫师的转世 他想借此次的展览之机 将文物与木头姑娘一同带走 此时一个叫杰森的小伙子出现了 他正是一千年前王子转世而来 阴擦阳错的他 来到木头美人所展出的王子百佛 作为好莱坞的助手 由于长运输事故 杰西从桥上掉入水中 正巧被杰森所救 一叉扬错的解开了杰西脖子上的项链 杰西复活了 于是两人并开设了新的一轮恋爱曲线 由于杰西被封印了一千年 虽然这什么东西都是好奇的 觉得什么都是幸福的 杰森便带着杰西 一一体验这二十世纪 都有什么心想好玩的东西 喝 吃 喝 喝 玩 玩 玩 地 算是结束了一天的游玩后 杰西不小心自己戴上了项链 又变成木头 杰森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白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假的 就把木头美人送了回去 然而好莱坞先生 无意间把杰西项链加了下来 让他又复活了 其实伯爵的真重目的 是通过这次文物展览 将木头美人录出复活 旺族想好 与美人都归为自己的能够之物 为了让杰棘好被破坏 与三个提过强剑 却同当简单的保镖 向杰森和杰西发起决击 甚至追到了杰森家中 加之由于王子百货的协议 伯爵同时从杰森家中 抢走杰森 并且要在奖会结束后 将杰森带着播 也把杰森送到了警察局 好在有了好友 好莱坞先生的帮助 逃出了警察局 在热气球上 杰森和杰森三人 散开了最后的对决 正义还是会战胜邪恶的 伯爵被那条曾经在一千年前 由他亲手制造 封印了杰森的魔咒 项链套住 杰森定下咒 如果一千年中 他伯爵哪天有了爱心魔咒 才会解除 于是伯爵变成了一份木头 从高空坠落 碎得四分五裂的 碎便洒满一地 三个保镖及时赶到 从来被伯爵勉强拼凑起来 这时杰森和杰森 在热气球上浪漫的接吻 随之气球慢慢飘去 他们也慢慢的开始 倾听闻我拥拥抱抱的幸生果 而伯爵呢 则是由一堆破碎的木片 组合起来 换成他并成了木头展品 在展厅工人观赏了 依照魔咒的法则 木头伯爵只有在一千年以后 遇到真爱 方能得到解救 好了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